花蓮市和日本的宇纳国庭 缔结姐妹市已经迈入了第38年 在今年宇纳国庭特别编列了 4200万日元的预算 将委托业务营运商筹办 明年和宇纳国庭 以及花蓮港的高速船边境旅游事办计划 花蓮市长魏嘉贤得知这项讯息之后 也相当期待这项计划的推动 他也向新上任的花蓮港务分公司副总经理陈荣聪表示 期盼港务公司能够大力的协助 来推动两地的观光共同圈的发展 促进花蓮来和国际接轨 4号上午花蓮港务分公司副总经理陈荣聪 来到花蓮市公所拜会市长魏嘉贤 对于花蓮市要推动的国际观光发展进行讨论 市长魏嘉贤指出 如果是目前要从台湾前往云纳国岛 就必须先历经多次转机 一路上市相当折腾 他认为两地如果可以透过海运直航来推动边境旅游的话 是相当可行的 因此也期盼港务分公司能够协助及支持 那在日本政府的部分 在云纳国丁也特别的编列一些预算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有机会 在2021年能够开通的一个部分 那云纳国丁在日本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梦幻之岛 对于日本人来讲 要去也非常非常困难 那因为它距离非常非常远 那有非常多的人 甚至日本天皇都曾经到岛上去了解那边的一个风俗民情 那对于我们姐妹寺来讲 那我本身有去过 那也对于那边的环境来讲 非常适合发展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观光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机会 能够把花莲跟云纳国丁链接起来 河连港公司副总经理陈隆冲对此也表示 站在港务公司的立场绝对是力挺支持 不过仍然有许多需要探讨的空间 那首先因为云纳国丁呢 它的港口的条件是比较差一点 那么比较大型的这种客轮或者是客货轮呢 它是没有办法去靠博的 那至于石原跟冲绳它的条件就比较好 所以如果光就云纳国丁的这个部分呢 要来开辟这样一个航线 那么可能呢 除了如果解决这个港口的条件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客源的部分 以及货源的部分 那如果能够透过我们来解决有效的来降低 经营的成本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对于就近 我们就可以从花连港航行到云纳国丁 或者是石原冲绳的这样的一个玩法呢 我想可以能够很快的去把它达成 如果能够都顺利解决 我想实现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玩法呢 对国人来讲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 在旅游方面港务公司目前正在推动国内的跳岛旅游 预计能带动万人以上的观光商机 市长威嘉贤则是抱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他表示他也相当期待日本姐妹式的海运直航 如果能顺利开通 不仅可以让观光、教育、文化、经贸、医疗等方面有正面的发展 更能争取到台日边界城市直接的浓郁或贸易 创造彼此间的双赢机会 记者许立琴 花练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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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